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相当中 女人的首相感情之路比较曲折的几种特点 第一个是智慧线深长 智慧线比较深的女人头脑很聪明 而且在事业上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 但是太专注于工作 虽然有良好的事业发展 能够让你给家里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 但是很多时候会因为这些而忽视了感情生活 导致了跟另外一半之间感情生活出了问题 所以说因为这种首相女性在事业上或许很不错 但是因为时间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所以感情生活容易出问题 第二个是整体的掌纹非常的乱 非常的杂乱乌章 那么这种性格不是很理想 往往是比较暴躁 烦心事比较多 自控能力比较差 稍微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容易大发雷霆 正因为如此 这种掌型的人 纹路的人 是容易受到生活的一些阻力 这种阻力的多半是因为自己的性格所导致 跟另外一半之间相处也会出现问题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川字掌 川字掌 川字掌是三条主线平行 没有交汇点 一般性格比较强 不管是工作还是家庭都很重视自己的地位 这种性格能让他在事业上取得不错的成就 但为人处事方面是太过要强 很容易吃亏 感情方面因为性格太要强 所以跟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 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太过重视自己的地位 所以说让对方感觉到压抑压迫 这是三种特点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这里还是天杨玄机 我们下期再见